我们现在中气炎 炎城的汽车专业的试驾场地 来带你看看星月L 这个车开起来到底怎么样 这是全球首开 外观我们就不多讲了 你记住几个有意思的点就行了 第一个点 这个车就看起来就是握里握气的 但是握里握气挺好看的 第二个就是这车尺寸 同样是紧凑极 它能够把CRV完全的套在里面 长宽高轴距都要比这些紧凑极的 比如RV4 CRV21L 它轴距达到了贯道级 比贯道还要长 比汉达还要长 但是空间在哪呢 对不对 没有嘛 空间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太夸张 加在这了 坐垫长度有509毫米 这是我看到同级别的最长的一个坐垫了 而且坐起来真的非常的软和 还有一点提个小建议 这车门你为啥不能给它开到90度 开到90度的话 是不是像贯道那样 搬个儿童座椅啊什么的会更加方便呢 还有一个小细节 特别的小细节 我之前都没有注意过 从来都没有注意过 居然会有车把这些板金的焊缝 给它抹得这么的平 这工艺做的这么的细致 而且还有这些脚链位置 也都有这些结构胶 真的让我惊到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台车 给你做的这么细致的 细致的还有里面 里面小 刚才在外面忘了说一点 这台车目前是极力CMA架构下的尖了 尖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就是极力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放在这台车上 你看看 全系标配的麂皮的骨棚 你看看这些软质的材料 摸起来手感非常的好 做工接缝做得非常的均匀 而且非常精细 这缝线都是别出新材的 你看像不像你初中女朋友给你吃的 五彩的手环手绳 你能够碰到的这些地方全都是软的 做工非常的好 而且这个方向盘 还有一个国产车的做休养是什么 就是屏幕 现在你国产车要没有好的屏幕 没有好的车机系统 那你应该把你逐出国门 这台车在屏幕这一块是个优等车 你看 一二三 液晶仪表 还有车机系统 这边还有一个给老人小孩用的小电视 你看这屏幕 原先计量单位应该是块吧 现在改了 改就米了 你看这强度 你看 我腿多长 它比我腿还长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硬件 这台车 车机系统硬件是相当的顶 目前在硬件方面 特斯拉应该是之前的标杆 HW3.0的芯片 算力能够达到144万次每秒 这台车是高通骁龙的8155 那套芯片 它的算力能够达到360万次每秒 所以这个层级 大家心里有数了吧 所以它的效率更高 速度更快 而且稳定性也更好 然后我们来说这三块屏幕 前面这块液晶仪表 它周边用的是钢琴烤漆的这种饰板 所以我担心它会不会有在强阳光下 比较晃眼睛的这种问题 当然了这个屏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的亮度足够了 而且你看 里面做的这些小字体啊 小图画啊 都非常的清晰 非常的精细 中间这块屏幕 全新的吉利GKUI的车机系统 其实也不用多说了 什么语音啊 导航啊 还有什么音乐啊 天气啊 这些功能 样样俱全 而且里面有最新的 驾驶辅助的功能的一些调整 我们一会再说 这边你就拿它当一块小电视 小米电视就可以了 接下来最重要的事 开开了 坐上这台车 你会发现 所有的屏幕都在中控台面板下面 所以你就会觉得 这台车视野非常的开阔 而且这个A柱跟那些美系车 是不一样的 美系车就是又粗又宽 所以你拐弯的时候 你就会左探一下 右探一下 看看A柱下面是不是藏东西了 这台车不粗不细刚刚好 你不会发现 这里面会藏很多的东西 有一些安全性的隐患 然后就是磨磨攀盘 这车抖吗 废话不抖 因为全系都是2.0T的四缸机的水平 所以介意1.5T三缸的老铁们 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看这台车了 两台放行机都是Drive E系列的放行机 一个中宫 一个高宫 那中宫的表现水平 大概是接近于宝马X3的28i的动力水平 那高宫是238马力 350牛米 还有一个类似领克02的超频增压的那种模式 能够达到380牛米 其实中宫的动力水平就已经完全够用了 你想中宫都已经接近了 我们大街上经常看见的那些 奥迪A6的40TFS水平了 所以中宫218马力 325牛米 这参数已经完全完全的够用了 而且两台车的这个百公里加速 差0.2秒 就这么不到10%的差距 你说谁能体会的出来 反正我是体会不出来 那两台车除了放行机参数不一样 在变速箱上也是不一样的 中宫的版本搭带的是 7速的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 这台车是爱信的8AT 当然要我推荐的话 其实我觉得 吉利的双离合表现的是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它让你在日常使用的时候 不会特别感觉到它的存在 就是顿挫没有那么太强 而且那台车动力也够 是吧 入门价格也低一些 所以实惠一些还是推荐那个版本 当然我更喜欢 肯定是这台爱信的8AT 刚才我们在测百公里加速的时候 那顺滑的程度 就中间在换挡的那个小喘息 相当的平顺了 我最喜欢的变速箱 在日常生活里面 如果买台车用的话 ESG的 CVT的AET的等等等等的 我肯定会买爱信的8AT 或者财富的8AT 这两款车的变速箱表现 是真的非常的好 但是这台车 两驱短半有五种驾驶模式可以选 你在普通的驾驶模式下 这个变速箱的降挡的反应 没有那么的太迅速 一定是一台家用车 求那么多干嘛 对吧 当然在运动模式下 它也不会表现出 特别像什么干炮 性能车的那种 特别给你迅速的降挡的水平 反正这就是一台驾驶车 正常用就好了 然后刚才在百公里加速的时候 我体会到的一点 就是这台车 它的隔音做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还有一点 这台车做的真的非常不错的一点 就是隔音的水平 不管是方机噪音 路噪还是胎噪 表现的都非常的好 方机噪音 我们刚才在百公里加速的时候 油门已经踩到底了 这个方机表现的还是非常好 因为它在方机的这些结构上 运转的零件里面 做了很多的静音的优化处理 然后双层的夹胶的玻璃 还有是个胎 也是一个静音的胎 所以整台车 它的NVH的表现 我觉得足够达到 三四十万豪华车这个级别的水平 隔音NVH真的是非常的棒 但是这个转向 它一共有三种模式 淑女的 还有标准的 还有型男的 我刚才开了开标准的这个模式 感觉有点油腻 因为打转向的时候 感觉车身反应不是太零 所以我就调到了淑女的模式 轻松的开起来 像一台买菜车 还挺舒服的 型男的就稍微显得 再硬一些 再清洗一些 适合那些热爱操控的帅哥小伙子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了 就是整体的底盘的表现 我可以把话先放着 就这台车 它整体的底盘 可以排在我开过的 紧凑GICV里面 数一数二 这个质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它因为有欧洲 和中国顶尖的工程师 合力的研发 而且在CMA架构下 所有的其实底盘 车型的质感 其实还都不错 然后它不会像日系车那样 就是表面软 也不会像欧系车那样 表面硬 它的整体悬架 调节的韧劲 还有这些回弹的速度 都会非常的好 都非常均匀 但是开起来 稍微有这么一点点 小船的感觉 因为稍微有一些晃有 车身会有一些多余的震动 但是这台车 它的极限又很高 因为毕竟在那边 79公里每小时的 迷路测试成绩已经出来了 足以见得这台车 它的调教的功能 还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车身的姿态 没有同级别的那些车型 尤其日系车型那么狼狈 所以总结下来 这台车整体开起来的感受 就是动力很够 而且平均度非常的不错 开起来也比较平稳 坐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底盘质感真的非常的棒 那么H也非常的棒 那部族呢 就是这个转向呢 稍微有一些油腻 但是调到舒逆模式就好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8AT的变速箱 要比7速湿质双离合 要稍微费的那些油 官方的油耗上 是差一升油 因为双离合的传转效率 一定会高一些 但是两台车变速箱 其实都挺好 都挺平顺的 这就OK了 适合驾驭 做个小小小小的总计 这个车星月L 它不是说星月的什么L版本 它的L代表的是Larger Luxary 还有Liberate 然后我就想说 小小小小小道消息 这个车说售价不会高过20万 读不到20万 买这么大一台 车又大又长 而且还这么好看 而且动力还这么好 又这么好开 安全性也高 空间也非常的大 可以说吊打紧凑极了吧 所以你给我一个 不看它的理由呢 是什么呢